我們先請這個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林董 好請柳執行長 林董事長請下 柳執行長 你要有第一次碰面喔 那個想請問一下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成立宗旨是什麼 海華文教基金會的宗旨是為了要能夠協助政府去推動海外的相關僑教工作 我在你們的網站上看到 推展華僑文化教育事業 海外宣揚中華文化 講義及培育僑界優秀人才 鼓勵僑政學術研究 提升華僑在世界各地地位 那我想這件事情對岸很多人在做了 我們是不是先把名詞上華僑先改僑名 這個立即可做的事情 參考一下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還是 因為今天還是跟預算相關喔 所以我大概還是會跟前面這個流程上跑一下 那主要我們後面會談一下我們未來業務的部分 我們當然知道說這個一開始是透過立法院連續兩年的試議收入 然後知習來成立基金會 但是呢 在收入最近年銳減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知道 我剛剛看其他委員的這個預算編列的部分 有一些是靠政府或是說喬委會的標案當做收入啦 但是他已經跟成立的時候整個結構性都不一樣了 所以想請教一下喔 因為去年我們是募款目標400萬元 那現在只有28萬元的情況 那再加上說這個其他業務收入就是承接的部分 他會議率大概只有6%到8% 那這些部分想要聽聽看您的說明 剛才委員有提喔 其實108年我們的受贈收入是280萬 那其實是董事會那邊做了很多的努力 去跟海外熱心的人士去募捐的 那至於我們的其他業務收入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財務狀況 所以我們就以爭取跟業務終止相關的一些活動 來擴充我們的動能 所以去參與投標 那是用這些活動來作為讓我們能夠有去提供服務的機會 我特別注意到我們的這個投標的目標地 全部都是僑委會的活動以及標案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到2018年的時候 曾經五星新聞委員長討論過一件事情 他說海華的存費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所以是說轉型 那今天不是要給大家壓力啦 我是說因為如果他的業務高度的跟僑委會重疊的時候 再加上其實當時就有事情說未來可能會遇到這樣子的困難 那我不知道說 其實從06年就有討論 那18年的時候又再講過一次 這一些的這個討論應該 甚至當時蘇恩昌還下令清查 當時的院長 積極清查各單位捐助成立的財產法人 有工產變私產的情形 到近年基金會只能用有限的經費來執行業務 我不知道這個所謂的轉型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吳欣欣委員長有說要積極演繹 我不知道基金會這邊有沒有相關的計畫 或者是進行演繹的進度 因為海華文教基金會 它是一個民間團體的形勢 它是跟喬委會之間去補足它 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做 而且它具有是比較彈性的那種性質來做 所以基本上海華文教基金會 它的宗旨和內容是沒有毫無疑義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 是在業務的方面 我們去盡量的去做創新 然後希望用業務去擴充它的深度和廣度 讓大家能夠認同 讓海外能夠去做支持 那比如說我們海外的志工團 這個項目呢 其實獲得海外的喬效相當多的肯定 然後也都會跟我們加強 會有一些加強的互動 劉慶師 劉慶師長你在基金會裡面 當然是要講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請副主委上來報告一下 喬委會現在的 請李副主委 李副委員長 因為這個是吳委員長當時在立法院報告的時候講說 基研議規劃海華文教基金會 轉型為喬台商服務中心 那當然這個海華文教基金會還在 他們的角色當然是要替自己講話 那喬委會現在的狀況是到哪裡 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配合政府施政的這個整個重點和措施 那我們也是希望就這個海華文教基金會 能夠在他現有這個規模 還有他的能量方面能夠提供給 協助我們更多的這些業務推展 所以我們曾經也配合當時的經貿政策 有規劃轉型為財團法人敲台商的服務中心 能夠擴大說對海外台商的服務 然後那當然這個案子我們後來呢 也曾經向大院外交及國安委員會提出報告 那這報告的時候呢 大家也提了給我們提了很多的指教 那後來呢 因為在我們在評估的一個階段 現在就是說各界 因為這裡頭還包含跟世界台商會的合作 所以我們開了幾次的會議 那這開會的過程中間 因為大家對相關的 包括說他的將來的這些內涵 還有他的功能還有他的定位 並沒有獲得一致的共識 所以說暫時這個部分就給予緩議 那我們會再另外再跟各界 再做這個充分的討論 他大概會有四個結果嗎 就是決定要或不要 然後進行中或者是暫緩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就是我們現在緩議嘛 就沒有再討論這件事情 目前緩議 那不好意思 那海華文教基金會能做的事情 有什麼僑委會不能做的 海華文教基金會當然是補僑委會 因為僑委會是個政府機構 那政府的機構呢 有一些比如說對太北 我們派遣這些志工老師去 其實海華他們做了很多協助海外僑界啊 辦理這些華語文 因為我們政府是推政體制的華語文 這跟簡體制是有非常大的區隔 那這個部分呢 海華就聯繫了很多志工 那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有些讓民間來推動我們結合這資源 會對政府比較有用啦 好 我們其實提這個 並不是要這個轉型掉或者是消滅掉 或者是做什麼鬥爭 我們是想說怎麼樣做 能夠讓政府的效能更好 所以我們在講精簡人士整病 然後繼續的為僑民服務 其實這個都不 這個都是我們一致的目標嘛 不是嗎 所以既然如果是一個暫緩 緩議的情況下 我想待會在預算的部分 我們就認真的討論一下 看裡面有什麼需要大家在關心的事情 那接下來請海外信保 基金會 謝謝 謝謝劉子清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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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 你好 我想 我想待會預算討論會更多那個 不過我想先還是請你們先報告一下 這個關於呆帳回收的預算編列 2020年的預算收回呆帳僅有400萬 那這個甚至比去年還要少 我不知道這樣子評估的預算 這個這個標準是什麼 跟我們報告就是說我們呆帳的收回 其實在這幾年我們就是有採取一個新的措施 就是從104年開始我們在國內也來進行追償 這是我們基金自己來做的 那這樣子幾年下來呢 我們前面幾年大部分能做的都追償了 現在的案子呢就剩下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400萬的編列就是根據我們這樣子可以 我們有在進行的我們預估的一個可以收回的情形 其實基金收回率到2019年已經有17.59% 然後這個他的呆帳的數字有沒有變小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是也是評估說 我不知道內部會不會評估說這些帳收不回來 剩下是可以收的再多收一點 還是說我整體的數字沒有變少的情況下 他每年回收的數字都增長 你看也不要說增長但尤其有落 但從來沒有比就除了2014年從來沒有比800萬低 我們今年變400萬坦白講我覺得說不太過去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其實因為過去真的是收比較多 因為我們在執行國內的這個追償部分有一些成效 但是有的財產我們已經追了或是已經跟他協議清場了 剩下的案子是比較少所以過來真的是會越來越比較少 好啦 這個我們照邏輯去討論嘛 所以我不要讓人家覺得說我們是慈善機構 把本於政策幫忙做保那種感覺 這些東西如果待會我們再細節的討論 希望說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有這個 讓你們比較有做事的方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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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